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殿下为了拿回被抢走的东西 自己带人去抓楚飞燕了 你说什么 沙大夫 嗯 开始吧 好 喝点吧 不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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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啊 娘娘 娘娘你醒了 娘娘你醒了 娘娘醒了 娘娘你醒了 王妃你醒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好点了吗 我这是在哪儿 这是老朽的医馆 你是谁 老朽是个大夫 谢天谢地 王妃醒了 老朽对四王子 也算有个交代 准备月呢 娘娘 殿下在心灵 参加继杀大典 吩咐我们好生照看您 要是知道您醒了 殿下一定很高兴 子香 你昏迷之前的事 还记得吗 娘娘您看 娘娘您看 这是怎么回事 老朽为王妃做了一个人皮面具 已将原来的印记完全遮盖 外人根本无法察觉 王妃放心 谁的皮 你的旧石 一个愿意为你去死的人 是谁 快说啊 一个活不到三十的人 娘娘 你别找了子晴 别拦我 你别找了 她都走了 她说反正她也活不成 就是想最后再为你做点什么 东霖大船上也是她救了你 我没事四处溜达 听说东海那边有热闹 我就碰巧把她救回来了 还不是听说你被楚飞燕炉走了 想去救你 结果倒救了她 娘娘 您好了 殿下呢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殿下为了拿回被抢走的东西 自己带人去抓楚飞燕了 你说什么